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必须要做的吗 还是必须要做 虽然冻结了 但是 当然冻结是有些工程虽然它被冻结 但是那是我们的优先顺序 因此让你没有办法好好做 对 要我删10% 我就知道说我有空间 知道从哪边开始来删 那我想请教你啊 最近因为物价这个百业起涨 那么我看到有些媒体报道 那有餐厅囤积了这个瓦斯 像这样的行为你觉得如何 当然餐厅囤积瓦斯这可能会涉及公共危险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不只是物价的问题而已 它还会涉及公共危险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个报告里面 就在上个会期 上个会期 这个公寓大厦跟社区本来应该成立管理委员会 然后有关于经营餐饮 瓦斯 电汉 或者其他的这个危险营业 从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的这些东西 那么都应该 内政部都应该辅导这个管理委员会 来投保公共意外险 或代为投保 落实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这个自治的精神 这个 这您知道吧 部长 我细节我并不清楚 这是你们这报告的重要 我可以请署长回答你好不好 姚文好 这个 这个事情我清楚了 那我请教你 现在被被抓到这家有没有投保 餐厅有没有投保 这家 对不起啊 这个 我只知道各县市 我们去督导以后 他那个投保的建树 至于这一家可不可以容许我去查一下 那你投保的建树有多少 诶 那个 那张表 对不起啊 这个有一张表 我 我们有 有啦 你的表在这里 我只是让你回答而已 四万多建啦 四万多建啦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我也告诉你啦 囤积瓦斯这家也没有投保啦 四万多建在占全国 所以说 这些我刚刚所提到的 有关餐营业瓦斯或者电焊 会危险营业的场所大概 大概是几分之几 那就是比例 对不起 这个比例 署长 部长 你们要来预算解冻 你也告诉我说 你 因为上个会期 大家觉得说 在立法院要求你们这方面要加强 所以才会预算冻结 希望用透过预算的约束 让你们这个快马加鞭能够 把落实公寓大厦自治条例的这个精神 那结果 结果你现在拿来 你要要求 要求我们委员会管理解冻 要怎么解冻 委员是不是容许我说明一下 当然中央政府是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主管机关 那我们每一年 因为各方面 还有我们去督导的重点 是有点不太一样 那在一百年去督导 就是刚才委员咨询这一个 那至于非常个案的 这个是 当然我们是 呃 对不起啊 这个是地方政府 比较清楚 个案当然地方政府的责任啊 对了 但是你在推动 你在推动这个 这个 保险 投保意外 这个 投保意外责任 或者是代为投保这样的东西 你应该全盘来关照啊 事情发生稍微注意一下啊 是是是 那不是但是我刚才问你说 四万多件是占全国多少 你大概讲不出来啦 这个 这个大概 这大概百分之一左右而已啦 我们再加强啦 百分之 分类啦 分类啦 百分之一左右 那你把立法院 立法院过去对你们预算冻结的 的决议 的决议 视为无误嘛 不会 你有什么方法 你有什么方法去加工做这个事情嘛 你说说看 我们还是因为每一年 根据工医大厦管理条件 内政部是有组一个督导的小组 到地方政府去督导 那每一年的督导的重点不太一样 那会随着需要来做调整 那这方面我们再加强 署长 部长 这个不要 不是官样文章啦 这既然要做 这个当然 内政部要带头 这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是还好喔 囤积的是不是抓到喔 今天要是再发生餐厅大火 因为这些易燃物危险物爆炸 然后你完全没有投保 那你看责任 你中央没有责任吗 我今天在这里再讲一遍了 地方政府当然有责任 但中央政府没有责任吗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 是是 我一向在内政委员会的立场 我都希望 官员要能够解决问题 提出政策 不要自己骗自己 这个部分 我建议我们委员会 还是继续要保留 另外部长我再请问你 署长你请回 我们这次解冻案还包括一个 这个公民参政跟政党政治 提给我们的报告说 这个公民投票法 因为司法院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你们曾经做了什么样的提案 但是公民参政跟政党政治 不是只有公民投票法啊 更何况这个会期我们在审的时候 内政部有提版本吗 有提出来吗 没有 因为有关公民投票法 我们内政部有办了两次的公听会 因为一直相关的议题 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共识 所以我们还继续在寻求共识中也 那你就是说这笔钱不要动资的意思吗 你办公听会有需要三百多万吗 委员我给您报告 我们这个科 我们主管的国民参政的法令 几番政治献金法 选霸法 尤其现在不在即投票 有税法 都是这个科在主管 我们目前也要做两个委托研究案 包括政治献金跟进行经会的委托研究 我想我们 我知道内政部有很多其他人预算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有关于公民参政跟政党政治 包括政党法 也没有提案 也没有提案到这个立法院 这个集友法也没有 集友法已经出了行政院送到立法院了 送来了吗 送来了 请集友员赶快排 拜托 刚刚起 刚刚那个公民投票法也没有 也没有 委员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一股脑的 一股脑的 我跟你讲不在即投票 我们也是 要先透过广征民意 会我们会努力做 要整个利弊得失衡量之后 不要上面说 哪来什么时候要做 那么就想要去做 我想委员 我们一定会很审慎的去寻求共识 也希望委员支持给我们预算进会 我们才能够工作 谢谢 那个时间的关系 我想部长我最后 最后几个东西大项我建议你 是 因为我刚刚提到 刚刚听到这个 这个陈昭明委员提到这个苗栗的补助 我看到陈昌新丰帽 这个补助 非常的琐碎 补助六十几万 这些东西 不应该在 不应该在中央政府 继续这样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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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漏洗 继续再这样下去 你知道地方政府的关系 为了来申请这个补助 舟车劳顿 然后坐车开会 光花掉的搞不好就十万 然后最后补助 这个六分之五 六分之一通通花掉 如果是六十万的话 花掉那么多钱 我觉得陈昌新丰帽 时间的关系 这些东西我请署长 部长 你好好研究 怎么样的奖励 怎么样的鼓励 也可以信赖地方政府 有些东西 几十万几十万这样在补助 坦白讲 也是个 也是个笑话 请欢文韦哲